Hello大家好,我是晨晨 开放式耳机在前几年算是新鲜事物 毕竟不进入耳道就能直接听歌 看起来就很科幻 但早期开放式耳机有着音质差 露音严重,转耳感严重的问题 甚至在蓝牙技术不成熟的时代 还需要手动导入歌曲才能听歌 猛回MP3时代 在沉浸了几年之后 随着蓝牙和声学技术的发展 开放式耳机也能和蓝牙耳机一样 即待即用 独特的运动优势 也让它重回运动爱好者的视野 而这几年 国产耳机厂商逐渐发力 把价格也打下来了不少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款 南卡OE MIX开放式耳机 499的售价也挺亲民的 号称是P美大厂千元级别的产品的产品力 我们也找来了Clear ARC2 和哨音OpenFit这两款主流开放式耳机作为对比 南卡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款南卡OEMIX的盒子看起来不小 里面除了耳机仓以外 就只有说明书和充电线了 没有多余的花里胡哨的配件 没准以后 搞个二次元联名的小卡片也能塞下 再来看这个耳机仓的外观 打眼一看小巧玲珑的椭圆形设计 还是比较讨喜的 卡其色的类肤质涂层手感很好 就算女生也很百搭 放在化妆包里毫不违和 一点都没有某些 硬核厂上傻乱黑酥的直男感 Type-C充电口在耳机仓后部 前面只有一个指示灯 没有按键的设计 也就没有什么藏物纳垢的空间了 打开之后 两个耳机相对放置 耳机本身小巧玲珑的同时 还可以将空间利用最大化 这也就是耳机仓能做这么小的原因吧 内部也没有按键 全靠耳机触摸控制 不过好在说明书的介绍比较详尽 按照指示操作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设计在声音身上 就体现的更加明显 交错放置的耳机 又将耳机仓的体积进一步压缩 可利尔子对小手人是不太友好了 平铺直续的放置方式 充满了工业美感 没什么空间规划 接着就来到了耳机本体 这对耳机给人第一感觉就是小 6.7克的重量拿在手上 可以说是轻弱无误 戴在耳朵上也丝毫没有沉醉感 就算是戴眼镜也不会产生干涉 非常适合长时间的佩戴 加而力度也比较适中 至少跑步上班挤地铁等低烈度运动场甲 都能够应对 如果突然心血来潮 想来一个城市骑行 在该玩的时候 CityWork一下也不会有丝毫的廉价感 液态硅胶材质在保留了韧性的同时 还很柔软 做工也很不错 能有效减轻加耳的感觉 比某些硬塑料的佩戴感受强太多了 尾部的金属头则是电池 可以给耳机提供最长8小时的续航 还能够起到平衡配重的作用 头部也有难卡的logo 镂空小孔是指示灯 另一侧的凸起则是操作按钮 比较符合主流耳机的操作布局 最适合难卡这种开放式耳机的使用场景 应该就是户外有氧运动了 毕竟跳完年标就该剪支了 这就很符合会购买这类 做工精致小巧玲珑耳机的用户画像 场景开阔 环境造音适中 不会有太高的运动强度 非常适合打发漫长有氧运动的无聊时光 配戴舒适牢固小巧 不会在运动的时候对人造成负担 除非是打球等对抗性的运动 否则不用担心掉落 但又没有过于的紧绷 柔软轻肤材质 戴得越久越感受不到耳机的存在 没准听嗨了配速还能快个十几秒 反观弱耳式的耳机 听得越久这个存在感就越强 甚至会有障耳感 IPX5级别的防水 也能够完全应对有氧运动的爆汗场景 上映除了应用更大面积的卡其色涂层外 基本就和南卡没有什么区别了 Klear还是研习了上世代的设计 为了放下更大的发声单元 只能向外观妥协 佩戴稳定性相比前两款亦有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 南卡耳机在这几款耳机里 面部占用率是最小的 你甚至可以在戴上南卡耳机的同时 在外面再戴一层耳罩 甚至是头戴式耳机 算是一种邪道玩法 而对于开放式耳机来讲 另一个独特的指标就是漏音 也就是早期开放式耳机的痛点 甚至漏音严重 可以称之为开放式耳机的刻板印象之一 在地铁等人员密集的场所 半个车厢都能够听见耳机在放什么歌 不过南卡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即使人是开最大音量 半米之外几乎就听不到播放内容了 这不但提升了隐私性 还意味着耳机的声音导向性做得很好 大部分能量会进入到耳朵里 而非耗散在空气中 韶音的漏音现象也控制得很好 但Clear就不敢恭维了 对于游戏玩家 无线耳机的延迟一直是过不去的卡 南卡虽然是AAC协议 但它得益于蓝牙5.4 它的延迟比传统AAC协议快了不少 不过需要连击4下按钮切换到游戏模式 只能说受制于AAC协议 能做了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Clear由于使用了aptX协议 有先天优势 但在aptX协议耳机里表现并不算好 需要单独购买游戏版 做法非常鸡贼 韶音在这方面就没什么优势 基本告别及时制守优 接着就来到了不同家位耳机 差距最大的音质部分了 这也是三款耳机所代表的 三个不同的调音方向 首先对于这个消费阶级的耳机来讲 圈大一级确实能压死人 大洞圈带来的最直观优势 就是低频响应好 所以Clear凭借着大洞圈 有着先天优势 调教方面偏向传统蓝牙 或者是洞圈耳机的风格 风格最复杂 适合听交响乐等乐器或者是男声 大洞圈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整体时针会小 很少破音 细节保留的比较完整 甚至是在听音乐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烘头 但Clear低频做的好的代价 就是高频增益太小了 总体音量偏小 直观感觉就是歌手离人比较远 乐团在眼前 但是歌手在远处 类似于音乐会前排靠边 大提琴在脸上 但是歌手在中间 细节完整 但是音量太小了 被低音掩盖了一部分的感觉 很多人讲 高频部分比较弱 那我增大音量不就好了吗 这就大错特错 这不是单纯加大音量 就能解决的问题 音量指的是响度 在增大响度的同时 高低频会一起增加 高频还是会被低频掩盖 正确的做法是针对高频部分做增益 加大高频比例 对于自己会调音乐来说 还是比较好解决的问题 虽然Clear有着自己的APP 但预设方案还是会偏向 HIFI厂商的一套 以改变风格为主 Clear属于不讨巧 结合录音严重 体积大重量重 配色沉稳 外形传统 设计感不强等特点 只要听感好 其他都无所谓 不限于做讨强的调音 就很有直男工程师的味道 响音的三频响应 其实是最均衡 低音下浅挫的还行 也兼顾了高音 但是因为发声单元太小 所以整体略闷 但响音也有调音APP 而且特色非常明显 低音模式有一点烘头 但不多 脱离了这种极端调音 就完全没有低频共振了 而且中高频牺牲的比较严重 高音模式顾名思义 就是极端加强高频 人声模式可以把中频加强到破音 目标非常明确 这个功能其实放在Clear上正好 由于大动圈的存在 使得即使调音比较极端 其余部分的响应也会坚固 但Clear选择了最赚钱的打法 将不同版本单独拆出来卖 属于是一鱼多吃了 那南卡相比于上面两款耳机 最大的区别 就是没有配套的调音软件 也就是说没有调音 不过也能理解 冲转性价比买耳机的人权 一般也不会折腾这些 对于厂商来说 如果只有一种调音 那一定是保中高频 追求均衡 为了突出人声 中高频向少音靠拢 清晰明亮的音色 让你第一时间就能够抓住主旨 不会被底灶干扰 相对失真高一点的 也不是什么问题 再加上动圈不大 肯定要舍弃 非力不讨好的低频 谁会用开放式耳机 在外面听交响乐呢 听流行 正好 写信咱这就完事了 先保证基本功能 再谈其他 毕竟价格就摆在那 硬要说风格 那就是有点女读 甚至意外的拿来听书 也很不错 下面就直接放试音吧 由于是开放式耳机 所以声音体现可能不太直观 只能直接将发声口 怼到Electronics SE8电容麦克 如果有条件 还是线下试一试吧 毕竟听感还是很主观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描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声描述 出了真容的魔物 那中间这个头颅啊 仰手一声利笑 啊 脸现胸利之色 身上的黑色战甲 是狂掌变大 转眼间呢 就将此魔全身 笼罩其中 连三颗头颅 都被黑甲 覆盖得严严实实 同时 六臂略以挥动之下呀 两口乌黑的长刀 其实南卡和韶音的路线比较一致 属于戴上之后 直接听就行 不需要手动调整什么参数 初始调音呢 也比较均衡 注重功能性 区别啊 就是韶音给了你一个 可以玩的选项 做开放式耳机 就是要找准定位 本来啊 就是个听个响的功能性产品 真想听音乐 谁用开放式啊 不都是图个方便吗 跑步的时候听攒劲的歌 上下班的时候听有声书 一般使用场景啊 都是复杂恶劣的 就算地平做得好 还原做得好 也会满没在环境身中 还不如植入主题 人声清晰 方便快捷就完事了 其实实际使用下来 硬要说差别也没有那么大 毕竟不管是视听还是录音 基本上都是在安静的环境下测试 耳机的右缺点呢 都会被放大 还会频繁对照 这样低价 或者是调音比较粗糙的耳机 是不占优势的 而一旦放到复杂声学环境中呢 各个耳机的优缺点啊 都会被迅速抹屏 最后起到作用的 只剩中高频和清晰度 高保真 低下浅 这一切啊 在环境的一面前啊 都没有意义 如果你要问 值不值得为一个开放式耳机 花1000块 我的答案呢 是觉得没有必要 这款南卡OEMIX的功能 已经足够实用了 而且发扬开放式耳机的 变显性优势 续航不错 长时间佩戴5Tone卡 有一定防水性 还解决了 一直以来的漏音痛点 听感和千元级别的 开放式耳机啊 也没有明显的代差 就算价格再高一倍 也不可能给你带来 流泪圆道的效果 保护耳道 佩戴稳定 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优势了 开放式耳机 现在能达到 入门蓝牙耳机的效果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追求音乐质感 还是选择头戴式耳机 或者是TWS耳机 来的比较实在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几款耳机 你会选择哪一款呢 欢迎留言弹幕 与我们交流 有关的观众 别忘了点一个赞 和点一个铃铛 因为我们是全职的YouTuber 你们的点赞 对我们来说 也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 电脑资讯的话 欢迎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WK 如果想要购买 电脑和配件的话 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 潮玩客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晨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